DDS的長相 我們喜歡一個人 又不是因為他帥 可是後來結論就是 看到我們都跟帥哥在一起 可是咪杯就沒有這樣啊 我覺得白人 沒有比較好用嗎 沒有 那黑人 女朋友 最常跟你媽一起掉進水裡的奶味 我就會叫他 我覺得你當男生 你一定一直被分手 歡迎節目主持人 Joeman 歡迎收看今天的Joeman Show 21世紀的物理學大師 史蒂芬霍卿曾經講過 女人是比黑洞還要難懂的 那個時候我看到這句話的時候 就覺得哇 我跟物理學大師 就是終於有個共通點 就是我認同這一點 女人真的很難懂 我這個人活到現在這個歲數 交過幾任的女朋友 我到現在唯一的結論就是 女人真的 搞不清楚他在想什麼 有的時候他就會突然的暴怒 有的時候他就會突然的小路亂撞 有時候 他的情緒會陷入到一個 不可控不可測的一個狀態 也因此在這幾年來 蓬勃發展的YouTuber裡面 有一個項目就是專門在講兩性 他在幫你分析說 男生喜歡什麼 女生喜歡什麼 進而的來幫大家解答說 在愛情裡面 要怎麼樣子來做拿捏 比較容易開始 比較容易順利的來進展 我們今天這一集 就會各位邀請到兩位 很有名在YouTube上的兩性大師 分別是愛麗莎莎跟Skimi 嗨大家好我是愛麗莎莎 之前我有介紹過很多 如何分辨約炮男 目的就是因為其實有一部分的男女 他們是不想要在交友軟體上面約炮的 哈囉大家好 Skimi你的網路歸蜜 很多女生在講心事的時候 覺得男生的回答很敷衍很惹人厭很嚷人無言 今天就來告訴大家 留心術三大絕招 嗨 要對哪一顆鏡頭 都可以都可以 中間或是左邊都可以 好 很開心邀請到兩位 愛麗莎莎我是有見過面 Skimi不是沒有上過我的頻道嗎 沒有沒有還沒 因為愛麗莎莎我之前有跟她在那個 韓國合作過 在飯店 蛤 說 愛麗莎莎是我認識最快 然後結果陪我回飯店的女人 哈哈哈哈 我敲愛麗莎莎的 對我嚇到 那個時候我們兩個都是超級小咖嘛 可是因為在韓國YouTuber只有你啊 我也沒有別的選擇 哈哈哈哈 還有別的是不是 還有Mira 還有Mira 就是那個時候我在韓國 然後我就想要找一個YouTuber合作 因為你知道 韓國跟日本相比的點 它差別最大在於 韓文我都看不懂 哦 日文你看得到 日文我漢字大概猜得到 但是Skimi的影片我看過很多 謝謝 而且我看Skimi的影片我都在發呆 沒有很多人這樣跟Skimi講過 很多人都說我沒有在看內容 或者說我要看第二遍 對 我不知道該看性還是該難過 因為Skimi就是臉很正 然後我們就是一直 所以你的意思是我的臉 沒有啊 你的臉就是 我跟你認識嘛 是不是 那愛麗莎她的影片你有在關注內容 有喔我有在關注啊 我在關注最近有做一些 宅舞cover之類的嘛 對吧 開箱開箱 有嗎 沒有我真的有看 你最近是在做什麼 語音軟體 交友軟體 其實你們兩個某些題材很像 對 她有啟發我耶 以前看兩星就覺得很嚴肅 但是因為看到愛麗莎莎的頻道想說 養性也可以做得這麼有趣 生動活潑這樣子 你那時候是看到愛麗莎莎哪一支影片 那個 玉琴故縱的正確玩法 玉琴故縱它的範圍很大 它可以玩的方法有非常多 可對我來講 最重要的就是七個字 打擊女生的自尊 玉琴故縱 你真的壞了 好高官耶 玉琴故縱真的是母湯耶 我跟她講 愛麗莎莎是雙子座 就是 算了算了 我這樣會地址上雙子座的 你被黑客不是一天的事了 就是比較浪漫一點 媽 如果男生對我們太直接太好的話 就會 不太喜歡 對比較喜歡有有贊性 開場就要拿鞭子抽你 好那我先問一個問題 這也不算問題 就是如果女朋友一直拿 浩浩求婚的影片 給男朋友看 男朋友要怎麼反應 比較好 所以是你本身有發生這個問題嗎 沒有我幫一個好朋友問 我幫一個好朋友問 一個條件不錯 長相也算帥氣 先承認好朋友就是你 那就不是你了 那我們當下要怎麼回答比較好 如果你有想要做這件事情 那你就是承諾他 但是如果你沒有想要的話 那就是另外一件事 可是你難處是什麼 你不想 不是我 你有沒有知道 你朋友的難處是什麼 你朋友難處 我朋友的難處就是 鑽石蠻貴的啊 那對你來講應該沒差 對你朋友來講真的是 你是小Kate 我回去想一下 不是你朋友嗎 你想一下 我回去想一下 他跟我朋友怎麼講 OKOK 那另外一個問題 就你是我朋友的問題 你有多朋友 就是如果他不准 那個朋友跟其他女生feet 要怎麼樣解決 那就是你朋友 給女朋友的安全感不夠啊 安全感不夠 對不對 那怎麼樣才能讓女生 有足夠安全感 如果我有個男朋友是YouTuber 那我會care的點就是 他找來的那個女生 有沒有比我 正 那你覺得這集有危險嗎 對啊 哇 你怎麼挖洞給自己 對啊你怎麼挖洞給自己 那你覺得自己 你自己危險指數到多少 好像蠻危險 喔蠻危險的是不是 開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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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那我來聊一下 因為剛剛Skimmy有講過說 你多少是有受到 阿莉莎莎的奇葩嘛 那來問一下 阿莉莎莎為什麼一開始 你會做YouTuber 因為我原本是寫部落格的 我就覺得 現在大家都是在討論YouTuber 那為什麼不要做YouTube呢 所以就把部落格的東西 就是用YouTube做出來 結果沒想到前四支就爆了 對你算是很快速的那個崛起 因為你們都是做很多兩性的題材 但我覺得觀眾一定會很好奇 就是想問一下兩位 你們是真的談過很多次戀愛嗎 認真愛過的 認真愛過 絕對沒有超過十個 沒有超過十個 阿莉莎莎 我很容易認真愛別人 因為腦子裡面有很大一部分 都是在想戀愛的事情 所以才會有這麼多的結論跟心得 可以跟大家分享 所以代表我們是很重視愛情的人 我想問一下 你們之前都會拍一些回答粉絲的問題 有沒有回答過就是很傻眼的問題 先問阿莉莎莎 都是有些人會問我說 她很想要去搭訕 什麼他們學校一個很紅的學長 或是什麼她在公車上遇到的一個很漂亮的女生 可是從來沒有講過話 就是我的思緒裡面真的有一半以上都是這種想要去跟 根本沒有交集的人 交集的 就是成功的可能性本來就是極低的 就算是發生在我身上我覺得我都做不到的 那我怎麼去教你你要怎麼做到 這種我有遇過 但是我都會跟他們講說就是你要先充實自己 讓自己變成一個有發光的人 然後你再用比較你知道小套路的方式去認識他們 通常就刻意認識這樣子 對 所以阿莉莎莎如果你走在路上遇到帥哥 你是會去搭訕的嗎 不會啊 不會 即便真的很帥 可是我們喜歡一個人又不是因為他帥 不是嗎 始於言之 就是要有一些交集互動才會對這個人有興趣 我認識的每個女生都這樣跟我講說 我要找男生真的不是要帥的 是要有肩膀有擔當 要幽默怎麼樣有的沒的 可是後來結論就是看那麼多跟帥哥在一起 可是咪飛就沒有這樣 沒有我說咪飛不是看 不是看就是他真的要找有肩膀有擔當 他不是看顏值啊 你確定他不是看顏值嗎 我覺得他是吧 我覺得他就是看顏值啦 對真的 我覺得他絕對就是他看顏值的吧 到底是不是看顏值請留言留起來 對那我們來提到一個重點 因為Skimi是在 你說是在美國長大的 沒有我是在加拿大讀書 加拿大讀書 所以你是在比較歐美體系的國家長大 對就北美啦 對然後阿里莎莎是有豐富的韓國經驗 對那這邊我們就要問各位 就是你們兩位覺得 國外的男生跟台灣的男生相比 有什麼差異之處 因為不要說誰比較好 因為這個很容易引戰 可是先問一下Skimi 你覺得白人 哇這不好講喔 不好說不好說不好說 就是比較好 沒有是不是 你覺得還好 那黑人 沒有 那先問Skimi也好 就是你覺得差異啦 差異 你男生的差異 你說在談戀愛上有差異 對對對 談戀愛或者是 或是在曖昧期 曖昧期的差異 我覺得台灣男生比較保守 然後他們會比較怕 他們會想要就是好好的呵護女生這樣 可是白人男生會比較free 他就是覺得說我們出來玩就是have fun 然後如果說大家都彼此有have fun的話 那我們在考慮不要走下去 這跟你在影片裡講的是一樣 對 可是台灣男生就亞洲男生會比較care說 我想要對方很care放 那我自己不care放 我覺得沒關係 這樣 但我覺得這其實對自己的心態不好 我覺得你講這點是真的蠻有道理 就是如果我跟我有好感 或是真的想追求女生出去 會很緊張 但愛麗莎莎你覺得呢 韓國男生 因為不是都說韓國男生很 大男人主義嗎 不會啊 你覺得還好 你就會相處起來 韓國跟台灣男生最大最大的差異是在於 韓國男生 放的快 就放什麼東西 哪個是很快 所以韓國男生是直接說 欸 有 進去了 就是 然後就滑進去了 看電影 進去看電影 不是韓國男生是 就是韓國男生不會慢慢的去追一個女生 他們通常就是 我對你有好感 那看看你對我有沒有 如果你對我也有 那我們兩個就會變成 送 就是曖昧關係 我以為那個送是 送很送的 不是 可是如果像你講的 如果韓國男生這麼快 這麼主動的就是說 是表明的 是直接表明說在追求你 你不會覺得 太主動 你也不方便 太快 跟他在一起嗎 那女生不是會覺得說 太快跟你在一起 好像太容易讓你入手了 不是我覺得台灣女生好像比較 沒有那麼主動 但是在韓國他們的觀念就是 女生也要表達 男生也要表達 所以其實韓劇裡面常常都是 女生表達的比男生更多 因為我覺得阿麗莎莎歌星也是比較 自來自往 我一定會讓你知道 就是直接進入正題 那你遇過真的很喜歡的男生 你怎麼讓他知道 因為我記得 你去年跟我說 你也不會直接講 但是你會很明顯的 做一些肢體動作啊什麼的 我有看到你說拉一腳什麼的 喔拉一腳 很會 拉一腳我覺得蠻曖昧的耶 拉一腳還有什麼 還有約他喝酒 所以你真的有交過韓國男朋友 然後也接近論及婚嫁 這可以講嗎 也沒有到論及婚嫁 但是我就有發現 就是他跟一個人講電話的時候 就會跑到廁所 或是跑到外面 蛤這樣不行欸 這不是偷吃的 我原本以為是偷吃 結果後來就是 check了一下 我發現是他的 爸爸 所以他把另外一個女生的名字 設定叫做爸爸 沒有 真的真的是爸爸 就是我還有看到他 沒有我看到他視訊 然後我這個人很直接 我就問他說 所以你很怕被 你跟我交往的事情 被你爸媽知道嗎 他就說對 因為你是外國人 我一定要確定我才會分手 我就說所以 你以後也沒有打算讓你爸媽知道嗎 他就說 有點難 我不敢 之類的 然後當下我就把他 踹一下床 你把他踹一下床喔 隔天我就去住旅館 然後就 再也沒有見過面 欸你聽起來這個是很像是很專情的女生會做我的事情 對我是認真的啊 所以你現在還有比較 prefer 韓系 沒有 你現在哪一系 北韓系可以嗎 你有 金正恩 金正恩 你最近比較不像了吧 現在還像正恩嗎 這樣不像嗎 那你都不像了吧 不像吧 不像不像 就一點都不像 是吧 那Skimi都說不像 那Skimi呢你有沒有遇過這種 就是你跟白人交往 但是白人對黃種人 亞洲人有一點 你為什麼要是 你為什麼要是 覺得他就是跟白人交往 因為他在歐美體系長大 你國高中認識的應該是 歐美人居多吧 對白人居多 總是機會比較高 他也可以說沒有啊 你比較喜歡白人還是亞洲人 我喜歡聊得來的玩 我喜歡聊得來的玩 對啊你這樣太直接了 對不起 我在尋規我耳丟到一半你知道 喔 喔 給你打 你沒有發現你剛剛那一話都不是重點啊 給你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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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沒有發現你剛剛那一話都不是重點啊 那因為剛剛愛妮三嫂跟她分享 有跟大家分享她在韓國的那個 我覺得是刻骨明星的戀愛 我覺得是刻骨明星的戀愛 我跟每一任都刻骨明星 每一個人刻骨明星 那還有發生什麼刻骨明星 我記得你有跟我講過那個清大 喔喔好 清大可以講嗎 可以可以可以 清大就初戀 我很晚才初戀 我記得你說你被傷很深啊 她沒有傷我很深 但是她是一個超上進 而且很受歡迎的人 我以前的條件沒有很好 就是我以前在大學的時候 不是那種最top的人 而且她是我第一任 所以我就 什麼都給她 什麼都給她 就是她佔據你的人生 你大腦一開機就是她了 喔對 對我懂你的意思 然後她就覺得我這樣子很討厭 她想要女生有自己的人生 妳把她的氧氣吸完了 然後她就把我甩了一次 蛤 就每次要跟我復合的方法都不一樣 像有時候是什麼 給我兩張那個網品的 因為我很想吃網品牛排 所以我就跟她複合 對 好啦那問一下SKIMI 剛剛聊到一半 妳有克服明星的戀愛 有欸 是怎麼樣可以跟我們講 就是我之前在北京拍戲的時候 就是我是 妳有拍過戲啊 我是做幕後的 然後我是導演助理 兼導演組翻譯這樣子 那一齣戲的其中一個主演 然後她本身是一個dancer 然後她真的是我遇過就是 人生中最讓人驚豔的那種男生 體力不錯就對了 這個我倒是不知道 是dancer嗎 dancer應該體力不錯 對然後她就是可以跟你從三體 一路聊到佛學 再聊到心理學 非常有內涵 然後又非常幽默的 但是後來是因為那個時候 我還太幼稚了 所以後來就 這一件事情就沒有成功 所以也是這件事情導致我 就是後來很重視說 我覺得 你今天異性人要好 你也是要先把自己充實到一個程度 所以說沒有成功這一段 你是說有真的在一起過 短暫 然後她發現說 實在太小朋友了 就沒有辦法 這樣有傷疑很深嗎 這樣聽起來還好 一定很深 對啊女生都懂 她在床上faking嗎 不然怎麼 聽不懂啊就是 女生很容易 一開始就投進去了 一分之百 而且當她是 你覺得非常完美的對象的時候 但她就是因為你的不足跟你說 而且她也不是那種 故意要傷你 而是真的你就是 還沒有到那個程度 你就會覺得是愛情加上 就是人格的一個概念 所以那個時候 你現在回想 就是你已經可以平淡看這些 但是你覺得就是要充實自己的對象 接下來要進入到我們今天 特別為他們準備的第二個單元 拜託了 愛情投生們 好 那我們這個單元要做的是 最近很紅的求生欲測試 什麼叫求生欲測試呢 簡單講就是要問一些 女人最愛問另一半的問題 那最經典的就是這個 女朋友 最常跟你媽一起掉進水裡的哪一位 這應該是20年來的老梗 因為這個問題太老梗了 所以已經很多經典回答 正常男生應該也不太可能會回答錯 先來問一下兩位 你媽跟我掉進水裡 你會先救生 沒有做過這個影片啊 那你怎麼回答 然後裡面那個回覆 是我一個情聖朋友跟我講 他怎麼講 他說我媽會叫我先救你 我媽會叫我先救你 因為我記得的答案是 我不會游泳 我媽會游泳 她會救你 但是你這個更好 對 就是媽媽也Approve 這個就是很腦筋急轉 感覺正確解答的一種 那愛莉莎莎呢 你覺得怎麼樣的回答 可以不油條 我就會叫她 不是 因為她真的 如果你是男生 然後你被問 我就說你有病喔 因為她這個就是在刁難你啊 我覺得這有可能是 開玩笑的那個 小女人心態 就你就想看你男朋友 可以多聰明 就是女生會在 這個只是開玩笑 但是如果你回答錯了 今天晚上就睡地板 所以我們待會呢 我們有準備了幾題 然後我們三個人都要作答 馬上開始今天的 求生預測試 拜託了愛情逃生門規則說明 求生預題目出現時 參賽者需馬上寫下心中答案 以製作單位答案為基準 看誰才是真正的愛情勇士 如果女友問你 你覺得雞排妹還是迪利惹巴比較美 該怎麼回答 這題太簡單了 這題我真的很常在回答 等一下 你會直接回答雞排妹 對 你會老實 我覺得你當男生 你一定一直被分手 我這個人 你看剛剛說 要到水裡去死啦 誰比較美 雞排妹比較美啊 因為我這個人 他就是成為一種 雜蛋 你不是雜蛋 然後條件要很好 我就是不是一個 會討好別人的人 而且我就是有話直說 從頭到尾跟你講 都會是實話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一題的 正確答案 對應該是你最 最安全啊 不能講正確 如果女友問你 我們分手了第一件 是你要幹什麼 該怎麼回答 問這個也太痛了吧 女的是哪來的啊 好浪漫喔 我的答案 好第一個 喔 Skimi的是撒嬌的說 幹嘛想跟我分手 然後 阿莉莎莎是 改掉錯的地方 然後挽回 欸我真的很理性欸 我才是理科太太 這個太認真了吧 我很認真啊 可是這種我不行欸 如果是男生這樣子 真的 我會覺得她姿態放太低了 好我們看一下 正確答案是什麼 分什麼 這個很像那個欸 這個很像那個 不要帶有情緒的 分什麼 分分 分 分分 來妳問我 妳問我 如果 我跟你分手 你第一件事是幹嘛 分什麼手 妳說什麼 妳再說一次 這是要加豆的嗎 女同事喝醉了 讓妳送她回家 該怎麼回答 來 我們跟她兩位 幫她找代價 幫她 欸都一樣我們兩個一模一樣 對啊 我們是Uber的 Uber派 因為Uber會有一個知道說 有沒有送到鐵啊 有沒有繞路多算我錢 對 對 然後找代價應該 為什麼找代價 她有車是不是 對不起我剛從上來回來 那個有時候改不掉啦 因為我反正姐弟弟 你是一樣的意思 對一樣的意思 正確答案吧 我們看一下正確答案是什麼 不是要看場合啦 尾牙可能真的會喝酒 對啊 或是她就是做業務啊 單獨喝酒 可是這個有點有欸 這個還蠻有 從頭到尾就是馬警濤在回答 誰給的答案 這馬都沒有來喝酒 啊 我無法想像 為什麼 你好犧牲喔 如果女友問你 火鍋加石把油滴 在你新買的名牌西裝上怎麼辦 來 來 以後不要播我幫你播 吊牌剪了嗎 哈哈哈哈 明牌西裝有在退貨了嗎 明牌西裝上有在退貨了嗎 明牌西裝上去 真的發生了 你真的沒關係 我真的沒關係 因為我有想過那個 Skimi的回答 可是其實這個回答 其實比較有啦 其實也是隱約的 在跟女生講說 你能力不足我來幫你播 不行 連這個都不能講 好來那我們看正確解答是什麼 我有手的一天 絕對不會讓你親自播起來 所以Skimi的回答正確率 是接近百分之百 邏輯已滿分 我的是百分之百錯 但是我覺得你有點反骨 你這個人是不是 其實你大概隱約知道吧 因為我自己 不喜歡別人給我罐頭答案 嗯 可是有些罐頭答案是真的 你最內心深處也想不到 好啦那今天也是再次感謝 艾莉莎莎跟Skimi 來找我們的節目 謝謝舅妹 也希望他們兩位 在YouTube上越做越好 大家如果對於兩性 不管是男方或女方有問題 也歡迎去他們的頻道 諮詢或是參考一下 我覺得兩位的影片 都蠻有參考價值的 好啦我們首週節目 在樂福次週 在九分的頻道 我們下週見 拜拜 是安商很多 來嗆你的對不對 每天都有 不是都說你像奪魂劇嗎 這都很過分耶 還有像杜力波 誰 那個神奇寶貝裡面的 一個鼻子很大的怪獸 你是說那個嗎 在催眠的那個對不對 真的蠻像的耶 歡迎我們的白癡公主 耶耶耶耶耶耶耶 可以握手對不對 嘿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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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幹嘛 你幹嘛 什麼東西 你要幫我問看 可以吧 你自己的觀眾 你自己的觀眾 白癡公主 在最早期的影片 有一系列很暴猛的是 你幫一些迪士尼公主的妹妹 因為公主是個婊子 其實很好笑 我以為你把這類的影片 當作什麼來看 什麼 你讓這暖欲 溫香爆滿懷 你又不讓這 瘋你 啊啊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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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可鈺 有